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是貓貓 我們是 為什麼今天要用這個開頭啦 好不正經 自從合體之後就要一直用這個開頭這樣 今天我來跟大家講什麼 大家常常都會覺得說 啊,當空姐英文一定要很好 但我之前在我前面的一支影片 你就跟大家講說 欸,考空姐要怎麼樣呢? 不過還是有一堆人來問我說 他們很緊張啊 因為對自己的英文比較沒有自信 而首先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在飛機上其實真的碰到很多 很奇特的英文 反正呢,有一次我又在飛的時候 然後在機艙就在撿東西 然後我就看到我旁邊一個空姐經過 然後馬上現在要講人家的壞話 這個頻道真的很愛講人家的壞話 然後那個媽媽就是一個外國人就把他停下來說 欸, excuse me, did you see my son? 然後那個空姐呢,馬上就笑臉迎人 就是準備要跟他回答 啊,yeah,yeah,yeah! Your son just passed away Oh my god! 我在旁邊聽到,我想說 Oh my god! 然後那個媽媽就 就一副就是非常震驚的臉 她就說 No no no! He was fine! He was fine! 然後他們兩個就開始有點雞紅鴨這樣 Oh my god! 然後我就走過去 這很嚴重欸 對,我就走過去 然後她說你看到她有進去哪裡 她就剛剛經過,經過去廁所 我說Oh he's in the bathroom 然後我就說 你剛剛是pass away嗎? 然後她就說 對啊,不是嗎? 我說應該說pass by吧 對 pass away 你們知道那個 騙語 騙語這個東西呢 你看起來感覺是 像中文有邊讀邊的感覺 但是其實它意思會差很多欸 就是你分開來看 你就覺得是這個意思 可是其實組合起來又不是 對 所以不要pass away好嗎? pass away就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有一個朋友 他去考試 他已經考到最後一關喔 因為你們知道 就是波濤文文要考三到四關 然後到最後一關是一對一 就是跟考官面對面 然後一切都很好 因為我那朋友算是會聊天 因為考官並不會就是很嚴肅的 一題一題的問你 他就可以聊天 然後聊完之後呢 他考官就有一題就問他說 喔你平常喜歡做什麼 Oh I like traveling 我喜歡去旅行啦 And I like talking 蛤? I like cooking? 因為他想要講說 I like cooking 而且很多人打字就是cooking都會打成cooking 或是coca cola coke 有一次有一個韓國妹的影片很紅 然後因為他就要教學 然後他就說我喜歡可樂 他說I like cooking I like cooking 然後大家就狂點 然後他就講完I like cooking 我就說 我說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我就喜歡煮飯 我說那是cooking 他說 Oh my god Oh my god 但他現在有發現他到底講成了什麼嗎? 有啊 當然我們就跟他講啊 我們就想說 這段我就不需要翻譯了吧 那楊楊自己幫我上字幕就好了 那楊楊自己幫我上字幕就好了 姊喜歡cooking 哈哈哈哈 好死不死那個 主考官是女的 所以就很尷尬 如果是男的可能也可能也對他沒興趣啦 因為那個圈子 那個圈子就是太多同志 他可能就是天注定 他可能就是要在那一關被終結 台灣人的讀跟血 很會考試 台灣人很會考試 但是說跟聽就是偏弱 你履歷交出去的時候 大家會考試分數都很漂亮 但是有時候你實際上去面試要講的時候 又就會 有些會卡關 我自己身邊也是看過蠻多的 我之前有碰過是 可是是客人 商務客就是總是有一些就是喜歡就是 假鬼假怪 就是裝自己很厚這樣 然後你就推那個包卡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問他說 Oh may I offer you some drink? 然後他就會這樣 給我一瓶 period 給我一瓶 period嗎 就說不好意思先生 今天我沒有period 不好意思 你是要番茄汁還是 我這個禮拜沒有 你可以下個禮拜再搭飛機嗎 我去廁所裝給你 你們知道period是什麼嗎 period就是月經的意思 因為你要用英文發音話就叫period 就是一個氣泡水的牌子 對氣泡水叫period 我們現在是幫他打廣告 不要跟空姐要period 平態 對啊period 要不然如果你要再裝低一點 法文說法 法文就說period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說的話 你就講中文我要一瓶氣泡水好嗎 氣泡水叫 氣泡水就氣泡水 對啊氣泡水就很難嗎 你要period還是要tomato juice還是period 我覺得很困惑你知道嗎 然後我聽完之後我就 你就不能尷尬 你不能糾正他 你不能糾正他 你敢糾正他 你在business class service 欸可是我之前都會糾正客人 我不會說欸不是是怎樣 我都會說喔 我就可能會跟他說 喔是period嗎 不行客人會更小便宜 真的嗎 我碰到的就還好 真的假的 要看國際 你是說新插坡人嗎 本地人也蠻多的 假 我們自己人也蠻多的更小便宜 我碰過很多 蛤 在飛機上真的有非常多 爆笑的事情 但我們不能一一舉例 不管是空服員啊地勤啊 那個英文的溝通能力程度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 爆笑的東西出現 現在甚至外商都要要求你 拖曳多少 700嗎 如果你是考國籍的話 國籍大概 550左右 外商比較高 國籍如果你要考機師的話 也是會比較高 嗯 可能要700以上 好啦反正我們就先定個700以上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大家就會覺得說 阿他我真的就很糾結在那邊 阿蔡說不用補錫 可是我真的不用嗎 我跟你講你看 就算看我們的影片 但是呢我覺得你還是要 對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最知道自己好嗎 不要被阿蔡給影響了 所以在選擇補習班這一塊 我自己就有去問身邊的朋友 他們是去哪裡補習的啦 或者是有去稍微找一些資料 其實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如果你們有答案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Momo呢 你有補習嗎 有阿小時候 你英文覺得沒有自信 你要選補習班的話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譬如說上課的時間自由度啦 師資啊 或者是教學品質 然後線上的複習 就是如果你可能不能去的話 是不是線上可以 也可以做這一類的東西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模擬考測驗 因為我覺得 你不熟的東西你就狂做 我覺得這幾點其實都還蠻重要 就是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話 就是上課時間的自由度 就可能比較需要一點 學生的話 如果是固定可以複習 可能還有 但是我綜合以我現在身分來講 我會覺得這幾點都還蠻重要 大家你忘了一點 老師帥不帥呢 哈哈哈 我還真的 我跟你講 老師帥不帥很重要啊 我才能focus在課堂啊 真的 真的 所以要找我去當老師的嗎 甚至於你不要說男老師 或是女老師那種 老師的個人背景 火辣 或是有風格很幽默的 對 就是覺得你會學習比較快 你會喜歡上他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老師很無趣 你每次上課 你就覺得 因為我上課真的碰到一個老師 Oh my god 他在教託服的 不行了 我都做第一排 就是很有魅力 就是很有魅力 很有魅力 是不是這樣 聞一下那個味道 哈哈哈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你有看過我那個QA的東西嗎 我不是說 想要認識我或怎樣的話 那你要先爬到精英嗎 有的我看 十萬則有條件 對 所以 我特別 就有找到這間補習班 叫精英補習班 喔 好記了吧 這樣很好記吧 很好記啊 就是一定要達到他的標準 你英雄聯盟打不到精英 那至少是去個精英補習班 把英文補號 你可以先測一下你自己的多一層集在哪裡 他會按照你的那個 你的程度去排課 對 你的程度然後跟你說 欸你可能需要什麼 然後你自己也可以稍微知道說 欸你到底缺在哪裡 而且他那個小測驗啊 因為我做過 不是等一下要你做 哈哈 幹嘛一點尷尬 就有聽 讀都 都基本上都有 嗯哼 所以我覺得還OK 去測一下蠻好玩 因為我自己是特別喜歡 寫考題的那種 就想要challenge一下 架槓 台灣人最喜歡考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要摸摸 來做這個測 Yeah OK我們現在要開始做測驗囉 緊緊張 好緊張我很怕就是 就是毀了自己的招牌 不會啦OK 那開始 我有閱讀障礙 因為我覺得 考多義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要一直持續的讀 持續的讀 然後做到你的 閱讀的速度可以跟上那個時間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他不是不會 是他讀不完 所以他考試後面有一半毀掉 就是他念了不夠快 看照片的標誌 好啦 剛剛 你做完了那個測驗題 你覺得怎麼樣 我現在整個覺得很凝重 你是有點失去耐心了 因為我通常 我這個人考試是這樣 我會 我會先翻 就是我先看所有 總共有幾題 譬如說可能總共有80題之類 我就會大概知道 我在每一個地方 花多少時間 我剛剛沒有看到 就是有幾題 所以我考到一半 想說到底考完了沒 而且重點是 而且重點是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就中間大叫一下 哪啊 他就跟我說 然後我完全就跳掉了一個part 因為他跑得比較慢 然後 因為我 我有點沒耐性 然後我就想說 我以為是要按next 他就會跳到下一題 結果不是 他是整個part skip掉 然後直接到 下一個部分 然後你沒有辦法再回去 對 其實線上聽力就是 你沒聽到的話 也是就 也是就沒有了 對 所以不管你英文怎麼樣 其實如果你沒有做線上模擬考 你去考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生很多 就你準備很好 對 但你也會發生很多意外狀況 那個節奏是需要掌握的我覺得 好啦 你們還是去補習班好了 我聽力的那個part 是考了滿分 閱讀的部分 我也是覺得說 我眼睛也要翻過去了 因為現在沒有在唸的話 你跟不上那個速度 我是聽說特強 我的讀比較弱 閱讀障礙 平常就是比較少在看書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呢 我們剛剛就看到這些考題了 如果你們想要做這個測驗的話 一樣 下面有一個那個link 然後你們做完之後 你們可以把自己的分數啊 或怎麼樣呢 在下面留言給我們看 所以如果你們最近想要去補習班的話 那我可以建議大家可以去 菁英 國際語言教育中心 是不是 我只記得菁英這兩個字而已 菁英國際語言教育中心 我覺得滿好 就是像我們當初考老東家的時候 就是他的聽力測驗裡 是各種口音都有 對 你知道最難聽的是什麼嗎 最難懂的 最難懂的 scottish 欸說個我也同意 scottish 就是口音真的是 它有一個音調 對 我覺得它是最難聽懂 那個要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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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菁英國際語言教育中心啊 它可以提供給大家的 比較完整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的時間也算彈性 而且他們有24小時的線上 你知道嗎 是喔 對 20小時線上的課 就是課程 所以下班還可以自己回家 對 因為有些人工作可能工作到兩點啊 你知道 對像我們這種下班時間很奇怪的 對啊 很多人都這樣子啊 好啦如果大家呢 有興趣 到菁英國際語言教育中心 你們可以 可以報上 Honey 的名字好不好 然後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會給你一個優惠 我是不是很棒 為了大家的教育 讀書 神核包 天啊 不愧是 不愧是用人民進步的女神 真的 除了打遊戲之外 現實生活當中也要帶大家一起進步 對啊 就大家打遊戲 然後做有的沒有的 欸有的沒有是什麼意思 然後也要讀書好不好 各位小朋友們 對也要讀書 也要讀書 好在這邊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打開小鈴鐺 Follow我跟Momo的IG以及Facebook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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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